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一次因为感情纠葛 在柔佛夜街妈妈当大打出手 警方已经开档调查 拉斯维加斯机场两架小型飞机在宫中相撞 造成四人丧生 盈邦航空总署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相德德斯伊斯莫斯阿比指出 有关落实实用油针对性补贴政策 已经有相关的研究 但目前还是要探讨如何良好的落实此政策 同时指政府致力于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 二零二年的初始补贴拨款是三百一十亿令吉 而目前补贴已经提高至七百七十亿令吉 使得我国通膨率保持在百分之二点八 是东南亚甚至是全球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Singapura 5.6% 意味着国家卷更加77万 为确保人民并不太认为 因为股价的价格 在世界上 Ismail Sabri同时透露 虽然政府终止瓶装食用油补贴 但是装备B40群体和部分M40人士 提供1公斤袋装食用油补贴依然生效 所支出的补额为40亿令吉 首相也说 抗通货膨胀肾脏特工队 与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 存在一定差异 该特工队是每个星期开会两次 专门听取物价上涨的及时反馈 并采取行动 他表示 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 原本是一年开会两次 并在疫情时期改为每两个月开会 除了负责物价事项 还负责制定政策 他指出 由通讯极多媒体部长 丹斯·尔沐萨领导的 抗通货膨胀肾脏特工队 是因为对方将负责协调特工队各部门 并告诉民众政府将采取的行动 就如他此前进行新冠肺炎疫情汇报那样 为解决我国所有族群贫困的问题 政府推出大马一家消除赤贫计划 VMTKM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达德斯·尔沐萨巴指出 该计划将在三年半内 在一千个地方推行 首阶段已经在今年六月展开 涉及八十个地点进行试点 萨巴表示 从2020年至今年六月 国内被列入赤贫的业家之主 人数增加了三倍 也就是从2020年的44,829人 增加至144,932人 他说 赤贫一家之主人数的增加的原因 包括2019年贫穷现收入被上调 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不过他解释 政府将致力于在2025年秒前 通过第十二大马计划中的目标 消除置贫 在新冠疫情及俄乌冲突的影响下 全球原材料短缺 导致各国陷入通膨困境 对此外交部长 DOTO3塞夫林表明 我国政府将继续实施各项积极措施 以降低国际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同时鼓励本地企业抓紧机会 生产体代商品已开阔新的出口商场 Kerajaan committed untuk melonjakan prestasi perdagangan antarabangsa dan pelaburan negara dengan menggalakkan penerokaan pasaran baru bersama negara-negara dagang yang tidak terlibat dalam konflik tersebut ini dilaksanakan melalui komitmen konsensi-konsensi tarif di bawah 16 perjanjian perdagangan bebas yang berkuatkuasa dan telah diratifikasi oleh Malaysia khususnya dengan negara sumber bagi bahan mentah atau separa mentah atau telah di process industri pembuatan product export Malaysia 无论如何 塞夫店表明 尽管俄乌冲突 已经导致我国与俄乌的出口贸易下降 但这对于大马整体的国际贸易表现而言 影响甚小 政府将继续实施各项积极措施 以尽量复苏国家经济 资料原料价格飙升 导致肉鸡肉牛价格持续上涨 为了减轻市务业者和基农的经济负担 碧雷州政府决定通过 霹雷州和和谐经济振兴配套 拨款五十万令吉给相关业者 以进一步解决物价上涨问题 霹雷州行政业员 罗斯曼表示这项津贴将能够协助业者继续经营生产 确保人民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蛋白质食材 然而基于猪肉并非全国人民的主要食物 加上供应充足没有出现严重涨价的情况 碧雷州政府将不考虑给予猪农援助或补贴 为了确保商家售卖食品的价格在合理的范围内 相关单位积极采取取缔行动 从今年一月一号至六月份 霹雷州贸销局共发现四百五十一宗业者 涉及违法牟利的案件 并开出总额多达十万令吉的罚单 霹雷州贸销局是在该州近四万五千个商业单位 进行监督以及取缔行动 而相关被开罚单的商家或业者 接抵触了2011年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 而遭到有关当局罚款 霹雷州贸销局共发现四百五十一宗业者 霹雷州行政议员 Abdul Yunus Jamhari表示 当只展开了多项执法行动 到州内各区展开调查和监督 以确保食品价格属于合理范围 以及业者们都有遵守既定的法令 国会相议院会议复会首日 就出现混乱场景 极大毛略国会议员 Isna Raisa 因为要求辩论苏略课题遭致 而起身抗议 即使被要求坐下也选择无视 最终Isna Raisa被逐出议会两天 三次针对苏略课题提成紧急动议 被制的Isna Raisa 今天再度高声要求辩论苏略课题 然而在被国会相议院议长 Dansri Azhar驳回该动议后 数名沙巴国会议员也起身抗议 对此 议长选择无视 并只是议会计时议程 之后便起身离开 将会议交由副议长 Dato Muhammad Rashid主持 在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 Dato Sritakuddin提成 2022年国家森林法令修正案之际 Isna Raisa及其他沙巴国会议员 继续高声抗议 在副议长数次要求他们 做下不果后 副议长最终把Isna Raisa 逐出议事厅 禁足两天 但基于Isna Raisa坚持拒绝离开 导致国会陷入混乱超过20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 八州八峡警方指出 当局目前已经逮捕其中三名涉案男子开档调查 画面中可以看见数名男子持棍 并指引砸向另外两名男子现场十分混乱 针对有关事件 八州八峡警局主任Isna助理总监 今天发文告指出 当局已经接获两名22岁男子的投报 指他们遭到三名男子殴打 根据初步调查显示 该事件17号在白沙福路段的一家妈妈当发生 事件起因是双方因为异性而发生误会 引发的欧斗 目前 警方已经逮捕三名年龄介于18岁至19岁的男子 而三人也在今天被带往法庭 获准延后四天直到7月21号 以协助案件调查 当局将援引刑事法典第148条文 对案件展开调查 一旦罪成 最高刑罚为坐牢五年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4号 如不发生一宗家庭悲剧 岳父眼中的好好先生疑似在失业数月 不堪生活压力下 杀妻儿后裸其摩托逃逸 24岁的男被告在两度延后后 今天正式被警方带上法庭提控 基于还没有获得精神鉴定 脱氧核糖核酸检验 与解剖的完整报告 新商推示庭责定案件8月18号续审 24岁的摩托阿米尔被控于本月4号早上 11点30分至11点40分左右 涉嫌在新山甘邦巴卡巴都一间住家内 使用砍肉刀杀害26岁的妻子 Hajar Nur Shahirin Rosman 以及仅有三个月大的新生骨肉 Hans Muhammad Takif 之后全身赤裸其摩托逃逸 警方后来在百万镇一带逮捕嫌犯归案 驻查 同时从他身上搜出一把疑似式凶器的砍肉刀 随后 当局掩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对案件展开调查 一旦罪成 唯一的刑罚是死刑 被告是在本月4号和11号两度申请严扣注查后 今天届满时被警方带往新山法庭面控 没有律师陪同的被告抵达法庭时 脸上神情淡定 也没有刻意避开媒体镜头 面对大批媒体时全程低头 脸上神色不改 另外 男被告今天会被送往新山博曼医院进行精神鉴定 待取得完整报告后 案件将于8月18号再审 本月初在新楼长堤发生的12车连环状意外 再有新进展 肇事罗里司机今天被控上庭 并对鲁莽下属的指控表示不认罪 法庭允许被告保卫候审 案件则定9月5号过堂 根据控状 34岁的被告阿米尔哈萨被指在7月7号早上9点25分 在新楼长堤路段鲁莽驾驶托格罗里 并且撞向11辆轿车 因而抵触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2条第一款鲁莽驾驶条文 与此同时被告所属公司Leverhill Auto Part有限公司代表 也就是34岁的Yup Shemin 被控在相同日期时间及地点 允许被告超债高达91240公斤的木材与砂石 比法律规定的4万1000公斤超出一倍以上 因而抵触2010年陆路公共交通法令第57条第一款第6项超债条文 一旦罪成可被罚款最多50万令吉 或是监禁两年以下或两者监失 面对指控 两人都表示不认罪 法庭允许两人分别以4000令吉及3000令吉保外 案件则定9月5号过堂 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 在网络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违法言论 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日前一名39岁的巫医男子因涉嫌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侮辱伊斯兰教的视频而遭到逮捕 并将从即日起被延后4天以协助调查 雪邦景区主任助理总监 湾卡玛路阿斯兰表示 嫌犯目前已经被拘留在金马景区总部扣留所 带进一步调查 嫌犯是于昨日中午在浦仲武吉吉仔的一所住宅 被逮捕归案 目前警方共收获到了六份侮辱性视频 同时还充公了相信是嫌犯用来录制相关视频的手机 此外 警方证实嫌犯的尿液检测结果呈阴性 且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并将援引刑事法典第298A 挑起宗教监抵抑罪名条文 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 对案件展开调查 无视禁淹令 淹民执法犯法 如福州卫生局昨天与多个执法单位合作 展开执法行动 一共向违法在十四内抽烟或违反各种烟草管制令的 该州烟民开出62张罚单 罚款总额达15万500令吉 这项执法行动是由大马皇家警察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 以及大马皇家海关署联合展开 如福卫生局总监达多阿曼阿布指出 所有的罚单中有28张的罚单是 涉及关于业者售卖低于最低价格的香烟 而另外7张则是关于 已未经过批准的零售价售卖烟草制品等罪行 当局是根治2004年烟草产品管制条例第十一条 一款D项条文 同一条例的第八条C款E条文 以及第八条A款5A项条文 采取上诉行动 与此同时 自年初至本月十三号 如福州卫生局共向烟民或违规的十四业者 开出2515张罚单 罚款总格高达628750令吉 其中有1983张的罚单 是来自维利在十四抽烟的烟民 时隔多年 2022年 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和农业旅游补览会 将于八月再度回归 此次补览会旨在消除中间商 在农业和食品供应链中的角色 以便确保市场上的食品供应充足稳定 届时 每日预计将吸引十万人到访 2022年国际农业园艺和农业旅游博览会 将展示出各种创新的农业技术 包括相关的新型科技产品 以及有效的生产营销策略 农业与食品工业部第二副部长 尼姆汉曼·沙瓦维表示 该展览鼓励各方的参与 包括国内外的私营企业 我们要避免 另外,我們也要提供 承擔財政策 在不同的技術和技術 被我們政府的 使用技術 他在布城農糧花卉種植基地的 預備啟動儀式後 向媒體這麼指出 該博覽會將於8月4日至14日舉行 預計每天可吸引10萬名的 遊客到訪 屆時共有1500個攤位 並以實惠的價格出售 來自農場的新鮮農產品 電視頻的資料 美国拉斯维加斯机场当地时间17号 发生两架小型飞机在空中相撞事故 造成四人丧生 联邦航空总署表示 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一架派破PS-46单发发动机飞机 在当地时间17号中午左右 准备降落美国内华达州的北拉斯维加斯机场时 与一架塞斯纳172单发动机飞机相撞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 派破飞机坠落跑到东边的地方 塞斯纳飞机则落入蓄水池 机上各有两人 当地媒体引述市府官员报道 这起空难共造成四人丧生 至于事故原因 则有待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进一步调查厘清 海底一座 海底一座平民窟 本月初爆发帮派冲突事件 并在短短五天内造成至少 二百三十四人伤亡 对此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延长 联合国驻海地的 理综合办事处的任务期限 并呼吁各国禁止向海地帮派 及犯罪分子出口武器 这起帮派冲突事件是在 七月八号到十二号期间 发生在海地太子港附近的太阳城 基于当地帮派势力强大 警方设施及人员不足 难以压制 将近三十万人因此受困家中 无法获取饮食供应 对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劳伦斯表示 在一月到六月期间 海地首都已经录得 九百三十四人死亡 六百八十四人受伤 同时有六百八十人遭到绑架 而这次事件更在短短五天内 导致至少八十九人丧生 十六人失踪 以及七十四人受伤 他透露实际上大部分的受害者 与帮派没有直接关系 他们无辜沦为帮派的袭击对象 而部分受害者更因此遭到性暴力 对于死伤暴增的情况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决议 将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事处的 任务期限延长至2023年7月15号 并呼吁各成员国禁止 向参与或支持帮派犯罪活动的 非国家行为体 出口小型轻型武器和弹药 以防止非法贩运或转移行为 据了解 自海地总统摩伊士遇刺后 海地的帮派势力不断扩张 在政治真空下 各大帮派互相征盘 导致暴力事件频传 然而事发一年 该国都还没选出新总统 而摩伊士的遇刺详情 至今还是个谜 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量侵袭 高温和干旱天气在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引发山火 至今法国已经紧急疏散超过一万五千多名受西南部山火威胁的民众 据了解 森林火灾已经持续延烧近一个星期 火场面积已达上万公顷 消防员正在设法控制局势 防范出现新的侵活点 法国目前有两处主要的火灾区域 其中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火灾已经持续一个星期 根据现场视频显示 大量植被已经被烧焦 明火还在持续燃烧 吉伦特省当局表示 当地将近一万四千人被疏散 副省里特里尔警告 部分灾区的火势仍有持续蔓延的可能性 近千名消防员在现场全力铺就 但吉伦特省附近城市市长透露 当地依旧不间断出现新的起火点 另一处主要起火点 法国东南部罗那河口省城镇 塔拉斯孔附近的森林火灾起火面积 16号已经增至1500公顷 650名消防员仍在继续灭火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经营的 阿维尼翁 塔拉斯孔 尼姆之间的部分 乘继客运列车目前暂停运营 欧洲持续一个星期的山火 截至17号不仅未见减缓迹象 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 法国 意大利 希腊 西班牙 及葡萄牙等国均有多处起火 欧洲今年的大规模山火 来得比往年更早 当局将其归因于气候变化 认为是极端高温及土壤干燥所导致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 随着莫斯科加强军事行动 其飞机往东部阵阵斯洛文斯克附近 击落了一架乌克兰MI-17直升机 并在哈尔科夫地区击落了一架SU-25飞机 当地军方还表示 新远程空机导弹吹毁了乌克兰南部城市 敖德萨工业区一个装有武器的仓库 该仓库处放着北约国家运往乌克兰的 鱼叉反舰导弹 不过媒体目前无法立即核实相关说法 对此 英国国防部则表示 俄罗斯目前正在加强 其在乌克兰南部占领地区的防御阵地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朱铭鱼 感谢收看 Salam Kowarga Malaysia再会